1月25号起对境外参加行存放在境内代理行等境内银行的境外人民币存款执行正常的存准备几率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 全国这个进出口会议方面的一个消息 作为定调全年的这个外贸形势和政策走向的风向标 1月15号2016年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在今召开 依据这个严峻的外贸形势 令今年的这个外贸压力加大 中山表示2016年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外贸工作的目标任务是稳增长调节构转动力和提质量 再来关注一条央行方面的消息 春节未至公开市场提前派发红包 昨天央行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600亿元的7天逆回购操作 操作量创下了大概11个月以来的新高 在本周的流动性较为充裕的情况下 央行仍然是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逆回购 极大的维稳了机构对春节前的流动性的预期 再来关注一条央企方面的消息 有关人士从国资委官网获悉 1月15号到16号 国务院国资委在今召开中央企业 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 研究提出13.5工作思路 部署2016年的工作 服务院国资委 发行与'里元